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应九八八,从快乐的心出发 还有我们的Andy呢,他们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呢,告诉我们说 哎呀,你们刚刚的背景好像看得非常不清楚啊,对不对 谢谢我们的KY,谢谢,这时候呢,调整得怎么样了 可能刚刚那个背景让你看到的,会觉得我们怎么看起来好像人都不像人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不起了,那这时候的话,是不是看的人会比较清楚一些呢 对了,在我身旁的呢,就是陈玲玲教授 那这个戴眼睛的呢,就是张远景教授了 我成您张远景,是张远景教授,对不对 好的,那因为我怕到称呼错了,别到时候过在那 哎呀,明大真是没有做功课啊 好的,那说到这时候呢,就是来到节目当中 刚跟大家谈到了说,无论说今天的亲子孩子出问题 其实重要的是,因为婚姻已经出问题了 婚姻已经亮了红灯,可是我们呢,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个 就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之后呢 他们会把所有所有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把那些责怪埋怨,就把他这些不满 这个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了 所以呢,孩子就会很无辜的 为什么,我明明不是这样的 那刚刚呢,就讲到说婚前辅导 对不对,现在的离婚率很高了 我也希望呢,我们呢,今天的听众朋友呢 能在我们的聊天室呢,跟我们一个互动 你的孩子家庭或你身边的同事朋友 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时候呢,可以现场辅导 赶快哦,千万要记住珍惜这个机会 那好,我们说到陈教授 那说到就是说,刚刚讲到说婚前辅导的这件事情 那跟我们谈谈婚前辅导的一些话题好不好 嗯,我也曾经做过就是说 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呢 他们来辅导的时候 其实发现两个人是不合适结婚的 啊,在辅导,婚前辅导的过程当中 还能够发现出两个人其实不合适 就是结了也会离 是这样的概念吗 当然不是说,因为他们中间就是有某一些问题 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办法,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妥协 没有办法有那个好的,就是谋合的结果 所以呢,他们就暂缓结婚 等于说把那个问题能够两个人做比较好的沟通 解决之后,他们才会步入婚礼 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就是个性 还是因为就是说他们之间呢 真的能够要一方一定要妥协 才能够真正的结婚吗 还是双方都要妥协 我觉得就是双方能够沟通 能够两个人共同来面对这些问题 有的人他是采取逃避的方法 就是说可能他们从原生家庭 从父母的身上,他们的父母身上 他们没有看到如何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都是采取冷战 就是要不然就不讲话 逃避问题 那大家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把问题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要更进一步的帮助他们 需要时间 让他们能够建立这个沟通的桥梁 说到冷战 我们就讲到 其实我们说到冷战 其实夫妻之间呢 在我生活当中 真的是有的夫妻从结婚到离婚没有吵过嫁的 然后呢 突然间离婚了 人家家长突然间愣 你们连嫁都没吵过 怎么突然间离婚了 这就是冷战 那还讲到刚刚你说那个婚前辅导 这时候呢 让我想起一句话来 曾经呢 就有人呢 跟我说过这样 婚前睁大双眼 婚后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关于这个说法 你怎么看呢 的确 我觉得说 婚前你要睁大双眼 你就要把真的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你通通都要想清楚 说到底你们两个要如何去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就好像说 要不要跟家人同住 这个问题 就是有的是独子的话 他就坚持非要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那就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去妥协呢 能不能想出第三种方法呢 比如说住在附近 住在隔壁 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选项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辅导 就是说让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 能够找出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来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 这个其实真的换位思考啊 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也有的夫妻之间呢 发生了问题之后 也有的人呢 就等于说是家庭内分居 家庭内分居 你看他们还天天见面 还天天不讲话 其实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对的 然后最后 其实你就是家庭内分居 表面上说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给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对孩子 非常不好 影响更更糟 对的 你索性真的合不来了 你干脆就干脆分开 免得让孩子看到这种很尴尬的一种情形 对的 夫妻之间一句话不讲 我遇到这么一个 其实啊 孩子啊 对父母 双方其实都有忠诚度 就是说 常常你 假如说夫妻 关系不好的时候 就很想拉第三者 第三者就是孩子 来站在你这边来支持你 所以就变成会造成 我们所谓的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 不是说那种婚外情的三角关系 是跟孩子 亲子之间 父母亲和孩子 对 就是 双方都想要拉住这个孩子 那这个 对这个孩子 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 对 因为他不知道说到底要 要跟父 站父 父亲这边 还在母亲这边 其实对这个孩子 我觉得是蛮残酷的事情 因为 要让他在两个他所爱的人中间 做一个选择 对啊 就像刚刚你说呢 因为孩子 他对父母亲 他都很爱的 对 没有说因为这个 然后我不爱了 但是父母亲之间发生问题 说这个 跟妈妈 你看你爸爸这样 然后那个你看你妈妈 搞得孩子确实是非常 有的时候就会用物质 来贿赂小孩 其实这更不好 更糟糕 对 这更糟糕 其实你这样子就给孩子 变成有个缝隙 他就会 就走这个灰色地带 两边拿好处 其实会造成这个孩子 我觉得会有那种 阳凤阴伟的那种习性出来 我觉得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话 其实太多太多话题 要去讲的 对不对 一讲到孩子 一讲到家庭 因为现在这种问题 是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对的 好像在 在主 就成为一个主流的问题了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张元锦教授 那关于您来讲 就说是 比如说在你采访 就在你咨询过的 这么多人当中 就是好像 你觉得哪些案例 你印象最深刻 是关于夫妻的 夫妻之间 你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已经很难解决了 然后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改善了 当然了 也包括性方面的 因为这个是夫妻之间 其实有很多 我们讲到在中国 有很多夫妻之间不和 离婚呢 有问题是因为性不和 真的 其实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 在这个 我们说同房上面 出问题 然后当然一直羞于 去处理 这很难去开口讲啊 你说那个 这一讲出来 人家就觉得你下流 这样的概念 你知道吗 永远就有这么样一个 一个这种 给人家一种 扣上这样一种模式 我要是一讲 夫妻之间的事啊 就被扣上一个黄色的 下流的 你真是的 怎么好事不谈 你谈这个的 那种概念 现在其实 有的人谈 那比如说 男人之间凑到一起 什么都谈 女人私底下呢 我们也是私底下谈一些 啊 怎么样了 也谈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 那是好朋友 很好的之间 可是真的找一个 咨询师 来这样面对谈的话 我觉得 要有勇气 真的真的 我们所以 呃 愿意来找我们的朋友们 都真的要跟他拍拍一手 哦 这是要是要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勇气 他有办法 打电话进来啊 或者是 走进那个资商室 来跟我们谈话 对了 所以说今天呢 就如果你今天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你 包括你自己 有任何的一些心理啊 家庭啊 夫妻之间 哪怕是性方面的 有任何的问题呢 记住哦 一定要拨打电话 一定要参加我们的培根学院呢 他现在举行的一些课程了 那培根学院 培根国际学院啊 他本身呢 就呃 举行的这个课程当中呢 就是特地特地啊 挡住我们陈玲玲教授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OK 那说到这个的话呢 就是培根学院呢 他这个课程呢 如果你赶快报名啊 学费都是优惠的 那他的这个 收费是怎么收费的啊 请给我一些资讯好不好 哈哈 哦 这个课程是多久的课程 啊 这是一年的课程 然后呃 三千五百块 所以说 但是呢 它是一个长期一整年的课程 所以说根据这样一个课程呢 能够帮助你 我们说今天是你的个人成长啊 家庭成长啊 包括孩子各个方面都是你用钱买不来的 它是一个无价之宝 有的时候我们说了 钱买不来幸福 钱可以买了一些物质 但是买不到幸福 买不到一个幸福完美的一个婚姻 那为什么呢 当你自己啊发现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呢 赶快来学习怎么去补救吧 我相信这对你接下来的人生呢 包括对你的下一代 都有非常非常至深至远的影响了 记住哦 我们的培根国际学院 要举行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包括你的心理婚姻家庭 包括你自己的人生 个人成长哦 这是一个人生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了 记住哦 要锁定 培根国际学院 那我们说到了 刚刚呢 就是我们的陈玲玲教授呢 还有我们的张元锦教授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像Cool Lady KY Andy Kenny Edward 你们有什么问题 还有所有我们九八八的听众朋友 请一定要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呢 给我们留下来你的问题 我们现场解答 有任何问题 包括你家人 亲戚 朋友 邻居 任何的问题 我们现场解答哦 赶快留在我们的chatbox上吗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chatbox上面 有没有人提问题 啊 现在还暂时没有人提一些问题 只是刚刚说 哦 现在look much better 就说刚刚的那一段呢 大家看的好辛苦哦 然后看到可能是眼睛都不是眼睛了哈 好的 那刚刚不好意思了 好 这时候呢 就是还是要回到我们说话题当中了 亲子方面 我们刚刚就说其实是婚姻问题 对 比如说小孩子啊 我们说到孩子的这些呃亲子方面 比如说沟通出问题 家庭婚姻出问题 可是大部分孩子因为父母性出了一些问题 大部分孩子所出现的问题是哪些问题 学校比较常见就是有一些偏差的行为的儿童 比如说他会在学校偷窃啊 打人啊 或者是说在学校表现很好 但是在家里面会欺负他的兄弟姐妹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那通常 我觉得儿童有一个特别的部分是在于 他心情不好 他只能用发脾气的方式表达 他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 他只能用行为 而这种行为就是很偏激的 有的人呢 就用我们说的就两面三刀的感觉 是吧 要么在学校是一个很乖很好的学生 回到家里面欺负兄弟姐妹 那我们说了在外是英雄 在家 哦不对 在外叫狗熊 在家是当英雄 其实身边会有这样的一些例子 因为他就觉得在外面的话 他好像没有那种勇气 跟人家去 去兜去争去 他好像没有那种勇气 在家里他才觉得是他的天地 是不是因为也是他的一个 comfort zone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对 您说的没错 因为在家里是最安全 然后最自在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可能可以叫做 大肆的来发挥他自己的空间 然后想咋地就咋地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对 那就是说 你说孩子 比如说在这个学校 要不就是偏激的那种行为 比如说偷窃啊 要么就是很暴力 皮肤暴躁 一句话 就出手打人 那你们怎么样去解决 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 这样的孩子 当然第一步是要先教他一些 自我控制的一些技巧 比如说你很生气时候 我们可以深呼吸 或者是说 你可以找别人聊一聊天 找老师帮忙 而不是马上就出拳打人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最重要还是要回到家庭 跟家人 或是跟家长沟通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话呢 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谈到了一样东西 就是无论是任何事情 包括我们说 不要刚刚你刚说的小孩子 你就教他 当要发现要吵架了 要打架了 要出手打人的时候呢 要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呢 你就会马上让自己 稍微冷静了那么几秒钟 至少让自己清醒一下 其实我就觉得就仿佛 就像刚刚你说的那样 当一激动的时候 一冲动的时候 我们讲的很容易做一些鲁莽的事情 甚至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 然后导致有的时候会后悔 那为了避免一些后悔呢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 其实这个刚刚你说的这个方法 不仅仅只是给孩子 包括我们这些成年人 在公司 在这个生活当中 夫妻之间都应该是这样 朋友之间因为一件事情 或者同事之间因为一件事情 马上要吵架了 对不对 赶快深呼吸一下 让自己马上冷静下来 当你哪怕是持那么半秒钟吧 你说话的语气就马上 就不会那么像火药味那么浓了 那就是说大部分的孩子 你教了他这个方法之后 改变了吧 有许多孩子是可以有明显的改变 因为孩子的可塑性是非常大的 孩子的可塑性非常非常大的 的确是这样 只要有一点点的学习 然后有很多的爱 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再恢复成正常的样子 刚才我们说就是孩子 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再谈谈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 好不好 因为我们说孩子都离不开家长的一些环境 今天一个好的孩子 他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了 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对吧 那么就就就像刚刚我们陈灵灵教授 你说家长之间发生了很多一些 婚姻上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们通过哪样的一些 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大概花多长的时间 能够让一对有问题的夫妻来改善他们 还是你一直都在不断的去追踪他们吗 我曾经有做过就是已经面临要离婚的夫妻 他们通常结婚多少年的这样 都已经十多年了 十多十几二十年了 小孩都念大学了 那夫妻都已经面临要离婚的程度 面临要离婚了 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呢 当然刚开始是都是很激动 都是在诉说对方的不是 那可是呢 就是透过我们这样的辅导协谈之后呢 让他们发现就是说 他们在情绪的背后 可能有很多的误会误解 还有他们一些就是说 一些沟通不良 所产生的就是说 可能误导了对方 那还有他们在行为的表现上面 可能让对方产生就是说 不满啊 或是那些情绪 所以就帮助他们从这个情绪中间 要如何把它过去 因为你讲了很多的那种解决的方法 其实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这些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为认知过不去 你情绪有的时候 你认知是做不到的 就是没有办法work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情绪解决之后 你才教他怎么做的时候 他们才愿意接受 所以差不多通常都要 经过六次的协谈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说已经好转了 六次 就是说这些大概多久去你那去你那咨询一次呢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一次 大概也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不到两个月 然后你会发现情况都在开始改善 有的时候有的两三次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就是我觉得那是双方的配合的好 对 如果双方不配合的话 也是好像比较难 那我们说到刚才你说 这大概六次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一定要沟通 对 我们就只帮助他们 我觉得说 把问题都摆出来 对 你说 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就巴巴巴巴说出来 然后你再讲 男女双方 夫妻之间把彼此对彼此一些看法呀 问题呀 包括对对方的什么习惯不不喜欢 都给他摆出来 我们对这些事件背后 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存在 心理因素 还有刚才提到的说 人生家庭 对 就是说 好像他对有一些心理的需求 他没有被满足到 所以他才会有这些情绪产生 所以我们就要找出这些 你刚刚讲到 他就说那个心理的因素 是不是女人都喜欢听 男人一定要说 每天甜言蜜语呀 或者是送一束花呀 一张纸条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才觉得是浪漫呢 我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太太好像蛮生气的 觉得这些行为是虚伪的 虚伪的是吧 其实呢 讲到这个的话 我上次正好是 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就讲到说 每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叫做 就是 The Five Languages of Love 这本书里面就讲到 每个人接受 对爱的反应程度不一样 对的 有的人就是 拍拍一个肩膀 拥抱一下 他就觉得好满足 很温馨 一个人呢 你马上给他写一句话 有的人呢 就是一定要什么呢 给他买东西 一束花 你讲的没错 就是每一个人 接受那种爱的管道不一样 对 所以就要把对方 那种接受爱的管道 要找出来 有的人呢 就是说 讲几句称赞他 赞美他的话 他就非常 飞了 非常高兴 而且他感受到 你爱他 你看中他 那有些人 就是你要送他东西 他觉得你爱他 那有的人就是说 你跟他聊天 听他 倾听他 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他就觉得你爱他了 那有的人需要肢体的触碰 对 有的人是需要服务他 他觉得 你爱他 被爱的感觉 对 所以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这个都有测验 我们可以找出来 就是等于说 你帮助对方先找到彼此 对的 对爱的 接受的那种渠道是什么 然后再帮他们一一的 对的 那这样的事太害经典了 对的 那改天我也去学一学 然后呢 我也去测试一下 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 连我自己到现在 是哪一类的都不知道 是吧 对 你知道大概都 每个人都知道 大概自己是哪一类的吧 哪个管道来接受爱的这种 其实就是说 甚至于就是 你常常做的行为 就 假如说一个人 你 你是能够 就是你 你喜欢送人家东西 可能你自己也希望 别人送你东西 就是以送东西 就是接受到礼物 你会觉得 心里会觉得很舒服 很高兴 那你觉得被爱 所以说 就讲到说 这个爱和被爱呀 的确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 就说 真的这方面 那方面都不一样了 那这时候呢 我要送出一首歌曲了 讲到呢 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了 这首歌曲呢 就是王菲的传奇这首歌 这首歌 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了 好 送给我们的陈玲玲教授 谢谢 我们的张云锦教授了 好的 这时候呢 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呢 我们再继续聊聊 我们小的话题 时间过得好快哦 梦想着偶然